HELLO HELLO 歡迎大家來到今天的萬迷早晨節目 昨晚踢了一場球,我們坐下水晶弓 2比0贏了 當然大家要聽聽拍大巴角度 這場球的題目寫著 實在可喜也可悲 原因是我看到有些情況改善了 但也有另一個情況 暫時未見到太明顯的變化 所以可喜也可悲,待會慢慢跟大家說 首先開始,看到出場陣容 大家也看到了 基本上我們前四,Greenwood出得 幸好 但看上去也是大雙上陣多 然後是普巴和麥托文尼 麥托文尼頂了馬迪的位置 後方,左閘大家都知道要換 因為兩個都受傷了 用了福素文沙 不如首先說說兩個頂替的球員 麥托文尼和福素文沙 兩個都中規中矩的 不是很有特出的表現 但也做到自己的本分 所以這場球當然贏了 表現未必如理想 但兩個入體的球員 其實是不錯的 正如我之前所說 11個人裏面 如果換一個 或者最多兩個 其實都可以頂得住 如果換得太多 當然不行 所以好像我昨天前瞻所說 蘇斯克查 真的做蘇斯克查的事情 沒有聽我說 因為我有朋友說 你為什麼要讓賽 對水晶宮 我當然不是讓賽 昨天我對水晶宮 我想出的時候 是變陣 並不是讓賽 只是重新一點 好了 這場球究竟要說什麼 當然有幾項要說 第一 雲比塞卡倒球 昨天忘記了說 這場的表現 也是正常發揮的 另外 真的要一提 我們的角球 竟然有 到菲林班農分歷斯 開四次角球 都能找到 麥加雅 角球不止四個 但起碼有四個角球 都能找到 麥加雅 都頂到球 但可惜沒有一球入球 以及沒有一球中籠 理論上是正在改善的 但可能這場球 始終對方 他們的中堅 是 Scott Dan 和Saco 沒有了KU 可能高空防守力 可能差少少 接下來 Greenwood 剛才所說 雖然出了 但我看過勢 帶雙上陣 因為這場球 你見到他 並不敢活躍 還有另一件事 我想大家都要留意 Greenwood 已經出了名 很多球隊都盯緊他 如何踢 或者研究他如何踢 因為有一球球 大約是上半場的中段時間 Greenwood 就在禁區邊拿了球 他亦一如以往 嘗試找位 找半位 或者找半個腳位 去射 但你見到 對方基本上 可以關閘 那球球的確 找不到機會 還有 我相信他是大雙上陣 因為比平時 沒那麼活躍 所以兩件事 加起來 我想這個是 Greenwood的調整期 希望他的調整期 可以盡快 可以調整到 再進一步 這段時刻 對於Greenwood很重要 另外這場球 老實說 表面上看 2比0 好像很輕鬆 但實際上 並不是 這場球 為何可以拿到 Clean Sheet 都真的關閘基亞時 他也確實 這場球 做了幾個相當漂亮的撲救 才讓我們保住 Clean Sheet 和保住 贏到球 所以這場球 你問我的話 贏球的其中一個功臣 起碼 我未必說 他是man of the match 但其中一個功臣 肯定就是迪基亞 老實說 因為這場球 如果他稍微 黑暗 睡覺 可以輸 說真的 不要說和球 這場球可以輸 為何這樣說呢 開始說到一些 比較入獄的事情 就是 因為之前有朋友問我 大巴 你又說 對方又看到我們 怎麼踢 究竟對手有什麼針對性部署 學神 對方的領隊 老狐狸 很厲害 這場球最精髓的 針對性部署 就是 沙霞 平時打得左路 比較邊路 這場球 針對性 直接打著蓮達洛夫 來打 所以你看到 這場球 蓮達洛夫打得很辛苦 老實說 我看到他已經很盡力了 整場球被沙霞 沒著走 也很幸運 封殺到他 但你看到沙霞 我看見了 沙霞 和比較多空位 射門的機會 都不下五至六次 所以來說 這場球 就是第一個針對性部署 故意把沙霞 移近一點 針對 老實說 沙霞如果下了邊線 他對著誰呢 他的救隊友 他的好朋友 雲比沙卡 大家都知道 雲比沙卡 肯定能指定沙霞 因為兩個人實在太熟了 所以 他故意叫沙霞 而他要面對的 就是蓮達洛夫 相對來說 我們比較弱的一環 再加上 沙霞的靈活度 真的令到 蓮達洛夫 真是有少少幸運 既然說到這裏 既然說到這裏 所謂的可能 二次十二碼 大家有畫面看的 就是蓮達洛夫 究竟有沒有犯十二碼 基本上 如果這一格的畫面 看到 他是碰到球 的 但是碰到球 之後 就踢走了球 但是碰到球 之後 下一格的畫面 如果你看 只看下一格畫面 就好像蓮達洛夫 踢到他的腳 但是上一格的畫面 其實 他是碰到球 然後就踢到他的腳 所以 這個是不是十二碼 絕對有一個很大的 針著的餘地 OK 接著 這是第一局 針對勝部署 第二局 針對勝部署 其實上一場 收仔就做了 上場 我沒有特別詳細說 今天說多一點 就是什麼 其實很簡單 因為看到你中場 猜到 給了前面 那三個 就糟糕了 就是中場 打爛小球 基本上 這場球的中場 他們都是擺三個打得的 McCarrie Minosovic 以及McAlpha 盡量 不給時間 我們的 班奴法蘭迪斯 或者普巴 或者McTominay 去組織進攻 主要都是 普巴和班奴法蘭迪斯 這場球是相當成功的 為什麼呢 第一 他們的球員 而且的質素 比降班的幾隊 中場質素 亦都打怪難制球 說真的 第二 幸好這場球 他們沒有收銀進那麼矛 說真的 收銀進真的很矛 老實說 真的要譴責 好 另外還有一件事 就是當我們打了幾場好球之後 多了資料給別人玩 我們做研究 很明顯這場球 他們都很容易看到我們的球路 即是我們的全球路線 已經開始被人看通了 這件事 真的要留意了 因為無論是上一場球 我們很多朋友看到 麥加亞全球全球全球 其實這場球 班奴法蘭迪斯 甚至乎普巴 都有幾球 即是好幾球 被人完全看通了他的全球路線 另外 由於壓迫方面 我們三個中場 班奴法蘭迪斯 普巴和麥湯文尼 或者之後換入的馬迪 都是被人逼脫球的 普巴有兩三球 我記得 麥湯和馬迪都有幾球 班奴法蘭迪斯 因為他在前面 所以 綜合這兩場球的打法上 對方 或者我們的對手 已經看到 我們中場那裏 怎樣可以 對付我們 說真的 所以 也導致這場球 我們基本上 要去到 要去到差不多 六七十分鐘 其實五十多六十分鐘 那段時間 才找到我們之前 我經常說的進攻 那個節奏 上半場 基本上都是捱打的 當然 我們贏一比零 要留意 我們捱打之中 但是贏一比零 下半場 最初都是捱打 接著到六七分鐘 才會 拿回一點點 比賽的節奏 接著到最後 肥英功又再蓋上來 所以整場球 都不是真的 做到這個穩定 控球 以及做到一個主攻的狀態 但是基本上都是有少少少捱打 嘗試偶爾打反擊 OK 這件事 就是重要了 這件事 大家不知 記不記得 我們見過的 正正就是去年 蘇斯一查 記不記得一開始 拿起球的時候 又贏了很多球 贏了幾球 然後慢慢慢慢 就卡住 然後 當然 我們所有的力量 可能就去了巴黎 那場球 結果就跌了 之後就跌得很厲害 這個情況 亦都慢慢有少少的跡象 我不是說 我們現在去到那裡 大家又不要抓我自殺 又不要搞事 是在慢慢去 那個勢 為什麼呢 之前幾場 對手是弱一點 比較未看得通 我們打法 所以我們都比較輕鬆地 贏了幾球 上一場 其實 我們還是製造很多攻勢 是自己射不進 說真的 還是樂觀的 所以我上一場球說 但是去到這場 這場球 對手 更加多資料 去做到我們的搜集 所以在傳送方面 已經看到我們的球路 OK 再加上 這場球 我們根本上有少少 捱打的狀態 以及卡住 我們不是製造很多 攻勢 而自己射不進 這場球製造到的攻勢 比上一場更少 不過 我們把握力就好了 以及沒有失球 所以結果我們都入了兩球 幸好沒有失球 所以贏到球 上一場球 我們都入了兩球 但是失了兩球 所以打和 這場球 如果你問我 形勢比上一場更惡劣 因為上一場球 我們製造到的攻勢 肯定都有這場球 所以 情況慢慢慢慢走下去 還有另一個因素 除了對方比較多資料去研究 如何看通我們的全球路線和戰術之外 我們的球員也可能體力上不太好 剛才我說的 三個中場都有被迫球 其實一個很重要的因素 就是 之前我們的中場 為何沒有那麼容易被迫球 就是有其他人幫忙 在附近 萬一譬如普巴被迫的時候 他很容易找到馬迪 或者麥佳 或者蓮特洛夫 他比較容易 萬一被迫都能傳球走 這場球 你看到 無論是普巴或者麥湯 也是有些單打獨鬥的狀態 其實原因就是 因為那些隊友 可能體力上 沒有之前那些那麼健康 走少了半步 或者沒有主動的地方 幫他賣球 結果 就是被迫球 這幾個現象 老實說 好像我剛才所說 見過 也是 慢慢去到那個trend 所以這就是 所謂可悲的情況 大家真的要留意 另外 在防守方面 有一件事我留意了很久 不過一直都沒有機會 拿出來說 今天想提提的是 我們的防守 很著重在前處 對方一拉邊 拉到兩邊之後 我們的弱線 即是沒有球那邊 是很厚的 譬如假設這樣說 如果對方在左邊進攻 大部份的球員都偏向左邊 連雲比薩卡都去到連帝洛夫的位置 這個我相信是一個戰術 大部份球隊都是這樣防守 但是我現在這幾場球 看到的勢 就是對方 無論是哪個對手都好 應該有研究到這件事 很多時候就像我們以前一樣 雙翼齊飛 從左邊的時候 就斬到右邊的軟柱 接著我們就只有雲比薩卡一個 或者調轉 只有索爾或者福素文莎一個 在頂著對手 兩個華爾以上的球員 還要雲比薩卡或者福素文莎 或者索爾 站在中堅位 去補位 踢法上是對的 很多球隊都是這樣踢的 因為都著重在 就是有球隊那邊做防守 薩卡那邊就比較上 要留多些空位 因為都沒有那麼多人 很多時候我們強隊來說 防守不是拍大巴 但是這件事 很明顯對手已經看通了我們的路 如果繼續這樣下去的話 對著一些把力更強的對手 我就相當相當擔心 講了這個 就是我自己一個很大的擔心 希望教練隊可以做到些事情 又或者希望我們都憑著我們的鬥志去頂住 因為這幾個弱點 老實說已經是 我想連我都看到 實在太多對手會看到 OK 說回一些開心的事情 我們兩個入球都要提提 第一球 福仔 射一個漂亮球 一個漂亮球 然後射一個漂亮球 組織上高來說 就是45分鐘 保持4分鐘 即是49分鐘 上半場 首先來說 就是班奴霍蘭迪斯 引導帶動這個攻勢 他在地區頂上 跟Marchier做了1-2 三閘線 再後一點 跟Marchier做了1-2之後 班奴霍蘭迪斯 就把球一下 對比福仔 福仔 一個漂亮球 一球 兩個手位 大家看到 然後他基本上 又面對著 連路門都壓起來 基本上 又面對著空門 一腳搞定 1-0 這球球 正正顯示出 我經常說 福馬也很有默契 其實福馬加班奴的默契 是相當相當之好的 你看到這球球 他們三個 一起合拍 真是可以說 詩詩入扣的 另外第二球球 我沒有盡頭 都是他們三個 不知道是這麼巧 還是他們三個 真的好合格 默契方面 也是 Buno拆動攻勢 給了個 波 福仔 福仔 在這球球中 也給了一個漂亮的 短傳 Marchier很奮勇 不斷衝過去 一腳射進去 然後 對方的球員 落地下落得不漂亮 結果醫療了很久 糟了 是MacArthur 還是 好像是Wen Anholm 好像是Wen Anholm 後來也要抬來場 因為受傷了 看看有沒有寫 換出過 Wen Anholm 落地下落得不漂亮 所以兩個入球都相當出色 但是老實說 這場球的機會 不算太多 接著有些被射失了 也是一兩球 福仔還有一個機會可以射 射入的 我記得 潘奴法輪定士有個罰球 但是對手沙下的大機會 真的很多 再加上我們入了1比0之後 對手很快就已經有球炸虎 還以為追回1比1 但是真的得多的越位 好了 最後要跟大家說的 也是可喜的一件事 就是什麼呢 大家經常不知道我說什麼 所謂的 前四恐懼症 有朋友說 你胡說 你胡說 前四恐懼症 哪有這種事 你對 學術上 醫學上 足球壇上 當然沒有前四恐懼症 因為我作的 這個名字 當然 上季已經開始聽到 就知道我說什麼 即是說 每逢差不多前四的時候 球隊就會被困住 就好像自動會輸球 或者和球 還有一件事 上年聽到的朋友知道 前四恐懼症 不限於萬聯 你不要以為我只是說萬聯 其實 每逢多球都有 今季 前四恐懼症 有機會 染病者 當然是包括萬聯 車路士和里斯特城 上季我也說過 上季的衣甲 也有這種情況 大家不要以為我只是會說萬聯 雖然我主要是會說萬聯 其他就不是太會 但這個前四恐懼症 的確不是說萬聯 我所說的樂觀是什麼 我們看看最近這兩輪的比賽 剛剛那個賽果遮住了 就是萬聯的層 那一層 旁邊就是車路士 第二層 第三層就是里斯特城 上一回合 記住 剛才我所說的 前四恐懼症不是萬聯獨有 亦是相對的 為什麼呢 你自己 就算有多病也好 你不停失分 不代表對手不失 但是去年和今年都是一樣的情況 在萬聯的情況 就是說 他們要追入前四 去年其實更不同 去年曾經我們有幾個回合 是進入前四 然後跌回 去年的症狀就是這個情況 所以 大家記住 前四恐懼症是相對的 剛剛看回上一回合 上一回合 大家記不記得有戰果嗎 我們不是和了修藍頓2比2 大家都有朋友已經罵到拆天了 但是 其實大家看看 上一回合 我們前四恐懼症 其實是很緊的 為什麼呢 斜路士輸球 里斯特城輸球 我們和球 即是說什麼 在前四那裡 我們拿多了一分 追回一分 當然 如果追回三分 就有另一個形勢 我也知道 但是問題是 前四恐懼症的壓力 是不是對對球隊都頂得住的 OK 所以相對來說 上一回合我們已經比對方好 得到一分 這個回合 我們贏2比0 車子贏1比0 李斯特城贏2比0 即是說 起碼我們和李斯特城都是打平的 所以得失球率仍然是一樣的 OK 都是李斯特城贏少少 車路士只贏1球 起碼得失球率方面 我們又追多了1球 即是我們在這回合 我們和李成 在得失球率上高 又追近了車路士 所以 前四恐懼症 其實我們 是在進步的 因為這兩回合 我們都有點得著 上個回合得著1分 對於兩個對手也是 這回合 起碼對於一個對手 我們都得多一個得失球 OK 所以 繼續下去還有兩回合 我們如果繼續持續這個狀態下去 繼續每個回合都贏一點 贏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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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尤其是最後一回合 大家都明白了 對著李斯特城的六分球 應該 繼續衝下去的話 繼續去改善 慢慢這個恐懼症 改善的話 真的入前四的機會 我自己仍然都覺得 是相當之大的 OK 好了 還有一件事 最後要跟大家說 為什麼我這麼緊張說這個前四恐懼症呢 有個很重要的深層次原因 就是什麼呢 如果一隊球隊 解決不了這個前四恐懼症 應付不了我們要入前四的壓力呢 你又如何能夠增標 如何能夠去競逐一些重要的錶 例如英超或者歐聯呢 因為我講過很多次 其實踢得英超 踢得歐聯的球員 全部都很有才能的 全部那個才能 是有分別的 當然 但不是分別得很厲害的 大部分都 當然有些特別厲害 那些當然是特別厲害 但那些是少數 大部分都是 就是那個才能才能踢的 如何去應付到壓力 以及如何去增加信心 其實很多時候就是致性的關鍵 如果前四恐懼症就是在說壓力和信心 如果你連這個壓力和信心 都不能夠建立到的話 你離開挑戰英超挑戰歐聯 多長遠啊 所以 為什麼我這兩季這麼緊張說前四恐懼症就是這個原因 因為這個是一個基石 我們如果前四恐懼症克服了 搞定了 把它抑壓 抑壓 盡力 頂得住壓力 建立到這個信心 我們才有遇 applicable挑戰英超 為什麼是緊張 就是這個原因 這集的拍特報告 website 再講多一點 不過好像都很延遲 20分鐘 OK的 不算太長 多谢各位收看,晚点听听大家意见之后会不会再做多一条片 OK,拜拜